新闻大白话可以正式加入会员了 可以观看不定期的独家影片花絮 还有神秘小礼物不定期抽奖的优先资格 再一次邀请您加入我们的会员 欢迎收看新闻大白话 我是主持人宅宣 马上来欢迎下这个阶段加入我们讨论的来宾 前国安会副秘书长杨永明 宅宣 大家好 国际事务专家赖月谦 主持人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台大政治系教授佐振东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 现在美中关系当中 大家在聚焦一件事情 会不会让两岸关系 或者是美中之间更加紧张 那我们就要讲到台湾政策法了 将要在明天 这个美国的参议院就要来 审议台湾的政策法 那也预期说应该会过关 那白宫是想要挡下这件事情 因为拜登非常的紧张 就说这个台湾政策法 万一过的话 因为毕竟是这个参议院提出来的 那如果过的话 恐怕会使得美中的关系 变得更加焦灼 应该是这样来形容 所以我们看到 白宫有蛮多的发言 包含了像是这个 白宫国安会战略 沟通协调官的科比 他就讲说 这个研议中的法案不便多谈 那重申就是 白宫我们是支持台湾的 那苏立文也是讲得有点尴尬 他说部分内容让我们有些担忧 因为他们现在也不想要借由这样子的台湾政策法来激怒中国大陆 因为毕竟现在就在一个尴尬的状况 那驻美大使秦刚就有讲得更明白 他就说有台湾政策法就没有美中关系 那这个台湾政策法也使得美中关系已经崩解了 所以看起来这个法如果过关 看起来过关的态势也是很 就是可能性非常的高 那如果过关的话 美中又会再掀起一波的一种撕裂性的波澜 那这个提案人就是民主党籍的主席 梅南德兹 他就讲说我们台湾政策法案 是不改变当前政策的一个强大法案 但是就算这样说 恐怕这个中国大陆也是不吃这一套 将会更强硬的 美国将会更强硬的挺台吗 也恐怕会更加激怒北京 那我们看看这个联合报今天的一个分析 他说这个台湾政策法 恐怕即将会成为美中台的新爆弹了 那另外看一下 这个动作可能也跟这个美中之间的紧张有关 就是接下来习近平已经要去到了这个上河组织 他9月14号会先去哈萨克 9月15、16号会到乌兹别克 就会进行普习会 习普会 那中国大陆的外交部发言人 就讲说这是习近平出访 这算是二十大之前最重要的一个元首外交 但是这次的中亚行为为什么这么的重要呢 我们来看看中国大陆的外交部的声明 他说中国将会与莫斯科 就国际安全的问题加强战略沟通 来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 也就是说不再由你美国来主导 那到底会讨论些什么呢 杨洁篪有先有这样释放出一个消息 他说中俄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之上的问题上 将会坚定而相互支持 那外交官 外交家杂志就讲说 这是中国公开宣示 在追求亚洲的霸权 这当然是美国方面的一个看法 彭博社讲说 习近平跟普京一起重返世界舞台 要来对抗美国的主导地位 所以就美国的角度来看 就说你们是想要称霸亚洲 你们是想要跟美国来对抗 但是我们来看看他们到底要讨论些什么 今天有看到这样的消息 普丁跟习近平的见面 恐怕客公这边讲 是要讨论乌克兰跟台湾的问题 讨论乌克兰就好了 可是我们台湾竟然也在讨论当中 所以你可以看出来 现在在台海当中 是不是也因着台湾政策法的关系 所以俄国也跟中国大陆越战越近 因为俄国已经不止一次讲说 如果台海发生冲突的时候 他会站在中国大陆这边 会帮助中国大陆 那美方的回应又是些什么呢 在此之前我们先看一下 这个习近平 他现在提名了四个亲信进中央军委 大家讲说会不会是为武力犯台 正在扫除障碍 比方说像现任的委员苗华 他也被视为就是接替副主席 另外还有北部战区的司令 还有指挥东部战区的陆军部的 这个相关的人员 还有陆军司令刘正立 这些军事背景的一些人 又要进入到中央军委 是不是真的有可能 这个武统一步一步的逼近呢 那美国方面他们现在讲 美国国防部的负责政策的事务次长 他讲说中国应该要汲取 这个俄罗斯的教训 那的确也没有看到习近平 有任何亲台的迹象 那路透社的讲法是说 现在美国还考虑制裁 中国各个选项 台湾这边的官员 正在游说说欧盟也要跟进 也要跟着一起制裁 但是我们真的要来听听 这个陆克文他有出一本书 他讲说可避免的战争 他就说美国该如何避战 他就说两国必须要建构起一个 联合的战略框架来守护和平 而且要快 时间不多了 现在是不是一步一步 已经朝战争方面 正在前进当中 首先我们先来问一下赖老师 我觉得提案人 他说没有改变这个一中政策 没有改变美中关系 中国大陆不会相信 也不会是这一套 因为中国大陆我的判断 他会认为说 你就已经是自上改变了 因为里面的内容里面 包括主权相声的一些事情 都改变了 所以我的判断是 大陆这边不会理会 你提案人怎么解释 这是第一个事 那大陆接着要看的是第二个部分 就是白宫的作为 也就是说你白宫 你是否决还是你要签署 那如果白宫签署 也就是拜登总统签署同意了 同意了以后他说我不执行 那是你的事 我个人认为 如果你拜登只要签署你同意了 我觉得大陆就开始准备其他的方案 这个方案当然包括改变了 跟俄罗斯的直接的战略关系 因为在这次杨洁篪的讲话中 其实已经预先就警告了 为什么因为当他们用的是核心利益这个词 还有重大的国际的区域的问题 他们的共同的关注 他们是坚定支持俄罗斯的核心利益 核心利益就涉及到一个国家的主权 生存 安全 那受到威胁的话 任何一个国家可以用武力排除之 那这个就是我们讲的 国际上我们在研究国际政治里面 我们的定义就是核心利益定义的就非常清楚 俄国现在的核心利益 就是他的安全受到北约的直接威胁 所以俄国现在采用武力方法在排除他的威胁 那以杨洁篪这个讲话中 已经影射暗示了美国 也就是中国大陆可能会承认 俄罗斯的这个核心利益 那一旦承认的时候 中国会支持俄罗斯 因为他是坚定支持俄罗斯 那这样的情形可能会改变 这个中国对于俄乌的冲突中 他本身原本的一个中立的态度 因为他也观察到乌克兰的议员们 最近也在打台湾牌 那这个也跟蔡英文当局 对乌克兰一直招手有关系 那如果乌克兰也打台湾牌 中国大陆对乌克兰采用的手段 相当于有可能是采用立陶宛的方法 也就是制裁立陶宛的方式 原本是平衡的 中立的 但是有可能改变 我觉得这个政策法案会使大陆 要开始思考硬的这个手段 硬的手段 目前来讲 我觉得美国的政客是在玩火 这个有点像什么 有点像香港问题一样 当初香港问题发生的时候 你看美国的观察家 分析家 还有一堆政客们 都说大陆不敢下手 说那个香港的影响太大了 那个亚洲金融中心 是中国的核心命脉 中国绝对不敢对 这个香港问题下手 那时候信誓旦旦 所以你看到香港的那些人 港独的他们是 这个活药倒不行 雀跃倒不行 美国的CIA的 或者是美国的情报人员 跟美国的外交人员 在香港的领事 他们大啦啦的公开的活动 就在支持那些港独去推动 所以这个各种群众的抗议 示威这种游行不断的时候 可是你看 大陆看起来都不动声色 示威游行一波接一波 可是突然间 这个人大会通过了 港版的国安法 一通过 接着解放军展现他的力量 再来就是开始逮捕人 一系列的逮捕 现在香港恢复平静了 被抓了多少人 我个人认为台湾的问题 一旦美国国会通过了 拜登签了 我推断了 我很大胆的推断 大陆开始准备硬的一手 你所谓的制裁那个东西 坦白说以一个 全世界最强大的制造业的国家来说 中国大陆一个国家的制造业 抵得上美国 德国 日本等的总和 那你们怎么跟 你们凭什么来制裁中国大陆 这简直是玩笑 开玩笑 所以我觉得目前来说 民进党当局台独跟美国这样 这些政客这样勾连 我也是忧心忡忡了 所以这个动作 我们是不是不能小觑 我觉得那个动作 是在做最后的一个布局 也就是说在执行 军事任务的时候的一些布局 也就是说 你看他最近的这一些领导人 都是有实战经验的 有很多都是从有打过越战的 也就是在1980年的时候 1979的1980 他们在越战中 因为总共是两次的 大规模的战争 在这个越战里面 我讲的是中国的 我们台湾叫做陈越战争 这个陈越战争的过程中 里面这些将军 很多都是里面有实战经验的 所以他们本身在这样的一个 负责军事部门的情况 重新布局 而且都是年轻化 年轻化对于他们在未来 推动两岸之间的战事的时候 他们的体力精神各方面 他们是比较能够处理的 我觉得是都在做预备 台湾不能够再玩 尤其是民进党当局 不要玩太过火 拜托 我们来问一下杨老师 其实现在真的中美 开始像梦游般的走向冲突 而战争就发生在台海 这个时间点 我们本来认为说 各自都有各自的大战略 不会真的用战争 来去做这种结构性的破坏 可是这个台湾战策法 我把它解读就叫做 台湾实质承认与代理战争法案 实际是因为它里面涵盖的 就是这两大部分 政治外交和军事制裁 有一点 经济社会跟这个学术 聊被语无 在实质承认这个层面 当然从台湾过去的外交单位 即使是国民党政府到民进党政府 其实都对这个东西是有所推动 有所要求 但是它里面的潜词用字 是讲台湾的主权象征 不要叫台湾当局 而叫台湾政府 听起来在我们的外交层面 觉得说 这个是我们努力争取的目标 可是这个如果放在 现在美中的对抗的大的架构之下 而不是在美中台 或者是在美国过去的 这个一中政策的概念之下 给予台湾政府的相变互动的 一种方便的话 它变成一种 是一种刺激性的 因此我们自己台湾 看这个问题的时候 你不是单纯要从一个外交拓展 因为那个对人民的 这个帮助是什么 你要从一个和平管理的 这个角度 那和平管理就进入到 最重要的这一块 那就是军事跟制裁 很多人注意到军事的这一块 讲句实话的话 军事这块就是美国来接管 因为他对所有我们台湾的 军事层面的评估 然后所有的预算 所有的装备 所有的任何的演练 到后备他都要介入 而且由他来评估 由他来主导 甚至军备 我还看到说要承认 全民都要接兵 他都告诉你 23年24年25年 他会给你多少 因为这是一个法案 这不是一个授权法案 授权法案是让行政部门 自己去决定 这个法案过了 就是要行政部门要执行的 然后制裁是什么东西 各位很多人没有注意到 在他的第七大部分里面 这个台湾政策法 他把对于 如果说发生三种情况 要求美国总统 要对中国大陆的官员 银行跟相关的财经机构 要制裁 发生什么三个情况 台湾人政府遭受到威胁 或者是瓦解 台湾的领土被占领 台湾的主权 领土主权受到侵犯 也就是说武统情况之下的 登台战争 或者是攻击台湾本土 或者是军事封锁 都要落现在 美国要求他的总统 要对中国大陆的这些官员 什么官员他都列出来 国家主席 政治局常委 政治局委员 各个部会相关的部长 他都列出来了 然后银行的名称 所有的重要 大概七八个重要的银行的名称 他都列出来了 各位 这个就是2014年开始的乌克兰革命 到2022年之后 到目前为止 这200天的俄乌战争情况之下 美国对乌克兰的协助军援训练 加上俄乌战争之后对俄罗斯的制裁 他把他两个并在一起 在现在这个时间点来去帮助台湾 他的思维就是说 我们不可以让台湾再发生乌克兰的这个情势 他的前提是 俄罗斯侵略乌克兰 中国一定会攻打台湾 那怎么样去嚇阻台湾 就是这个不会被像乌克兰这个情势 所以我们现在要把整个台湾的军事壮大 然后强化 给予他可以有嚇阻的这个能力 这里面还包含资讯战 等于我们全部都要听美国叫我们怎么做 那这个杨老师这个讲法是对的 如果通过台湾会更像儿皇帝 至少在军事层面 台湾被绑架进美国的防卫系统 我们就被绑进去了 对跟不对 对跟不对 对是在军事层面 其实真的完全就被美国接管 不对的是这里面很重要 美国并没有承诺防卫台湾 在这个法案里面 反而透露了美国不会来防卫台湾 他把你壮大之后 他认为你有不对称 完全都是不对称作战的 所以大型的军舰潜舰都不会给你了 然后把你建构起来之后 然后如果发生这样子的军事冲击的时候 他就去制裁那些个人 主席 常委 委员 然后部长以及这些银行 意思什么意思 就跟乌克兰战争一样 这就叫做代理战争 我们自己台湾人 站在和平管理的这个角度 你不要只看到 我们这个可以叫代表 可以台湾代表处的 但是实际上 我们的军事层面 我们的就是大陆的这种反应 一定会很强硬的 美国的阿米塔吉 美国的那个巴尼格雷斯 这两天都公开的担心 这个法案可能会造成 很激烈的反应 大家真的如梦游般的走向冲突 对 所以我们台湾一些政客 还在那边开心说 有了这个名称 这个美国跟我们这个关系 又跨进一步 但是他都没有看到 后面的后果有多严重 我们来问一下左教授 今天我们看到这两个新闻 其实可以放在一起来看 一个就是美国说要 这个路透社的新闻 说美国要考虑要未来 如果中国大陆真的是 入侵台湾 那么美国要考虑制裁中国大陆 另外一个就是彭博社的这个新闻 也就是习近平跟普丁要站在一起 对抗美国的主导地位 我觉得这个恰好就是一个行政部门 一个立法部门想要看到 或者想要释放的两个讯号 行政部门想要释放的讯号 就是美国的行政部门 想要释放的讯号是什么呢 就是说台湾政策法有很多东西 美国行政部门已经在做 所以说真的是没有必要去推动 这样一个这么有挑衅性的东西 其实行政部门在之前 在八月的时候 其实就已经有通过这个报纸 媒体通过媒体的这个放话 或者是媒体的论述 来阐述说 其实台湾政策法有一些东西 比如像军售这个部分 他觉得对台湾的防卫是有助益的 但是像这个台湾代表处改 就是我们驻美代表处改名的这个事情 或其他有主权象征的事情 甚至包括像北约 非北约主要盟国的这个地位 他认为这些都是 都是挑衅中国大陆 然后对台湾没有帮助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 其实行政部门有这么一个想法 那当然今天这个制裁也就是 等于是告诉国会说 其实我们也已经在做很多 保护台湾的事情 我们还会做更多 那么你其实不需要通过 这么有挑衅性的一个法案 我认为这是行政部门 想要试图为台湾政策法踩刹车 但能不能有效 这个还要看拜登个人的声望了 拜登个人对于行政 对于国会议员来说 到底对他们的选举是不是有帮助 能不能有助于他们连任 或者是新选出来的人 那么另外一个是什么 就是国会部门放出来说 习近平跟普丁站在一起 我认为这个其实跟大陆过去这半年以来的作为 其实是不同的 那反而是美国有一些人或者西方有一些人 尝试去描绘这样一个图像 说这两个人其实站在一起 我认为大陆其实是不希望被俄罗斯 跟俄罗斯精进的绑在一起 特别是在乌克兰战争的事情上 比如像最近他们提出来的一些声明 包括栗战书到俄罗斯的讲话 其实都试图尝试要说明说 大陆是结伴不结盟 他不会跟俄罗斯形成一个军事同盟 到目前为止 他也没有向俄罗斯提供任何的军事援助 那相反的他还在这个时候 来表达对于乌克兰人道情境的处境的这种关切 为什么 因为他很清楚的知道说 其实他需要同时去维系跟加深 他跟欧洲之间的联合 所以大陆本来的立场 就是讲说好像保持一点距离 但是有没有一点点的转变 因为你看像他们最近的一些声明 感觉起来好像跟俄国 好像走得再近了一些 我认为他很明确的在 他很明显的在走一个钢索 走钢索 就是说他姿态上是有一些 互动上有一些增加 但是他那个线还是维持住了 就是说在乌克兰这个战争上 他没有去替普丁背书 这是不一样的 就是说他不希望俄罗斯被制裁 他也没有参与对俄罗斯的制裁 但是他们也没有去支持 或为普丁的这个战争所背书 那我认为这里头 其实也牵扯大陆最近要去中亚访问 就习近平要去中亚访问 哈萨克 因为这些国家其实也没有替普丁的战争背书 他们事实上是反对普丁去打这场乌克兰战争 那普丁因为这样 还有两次 今年三月跟七月都阻挡哈萨克的石油 从黑海出口 所以其实大陆在中亚的这个访问 其实某种程度是要去建立一个 真正属于他的一个势力范围 而不是要跟普丁紧紧的结合在一起 所以这个马上就要登场的这个上合组织 才会让这个世界各国这么关注 会不会产生一个世界性巨大的转变呢 大家就拭目以待 我们先休息一下 广州马上回来